It's our most powerful weapon for defeating the virus 愤怒生气的表情符号一直出现没间断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致辞 网友很不给面子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 习近平好话说尽还大赞时为秘书长谭德赛 只是十分钟的谈话里完全必谈台湾 绝口不提敏感关键字 WHA直播影片却惨遭全球网友用台湾留言来习版 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元首或是副元首去质疑 说这单位是不是沦为CHO 帮中国大陆被污名化的一种状况 做一种洗白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尽管台湾没能参与WHA 不过在世界一片友台氛围中 恰逢台湾520蔡总统就职 大陆两会也马上登场 习近平的发言 学者认为完全没意外 采取捐钱援助方式 适好利诱 借以巩固大陆地位 日本媒体产经新闻 以WHO恐怕沦为大陆与美国新冷战舞台为标题 台湾的参与与否将加剧美中对抗力道 美国纽约时报也预测 中美贸易战加上对疫情的指控 双方相互甩锅 引发新冷战的恐惧 美中强权竞争中间 有很多跟台湾没有关系的竞争 台湾不是主角 但是有可能是受害者 疫情让中美彼此敌意加深 可能把两国拖入新冷战 台湾夹在强权之间 紧张关系持续拉扯 记者陈吉安收日敏台北报道